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南区仍然是疫情重点区域 活跃病例占85% Blacktown, Seven Hills, Maryland, Guilford, Auburn, Bankstown, Greenacre 都是确诊病例最多的区 75%的确诊病例年龄都在40岁以下 新州州长贝吉连在今天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疫情还没有发展到顶峰 确诊病例还会持续增加 阻止病毒传播的唯一途径就是严格遵守居家令 当前新州医院重症监护床位已经使用近75% 澳洲和新西兰重症监护协会主席霍利表示 新州医院目前面临巨大压力 不过尚未出现超负荷运转 仍然有能力接受患者 据了解 新州医院有844张配备医护人员的重症监护床位 本周一有608张已经使用 来关注新州最新疫情数据 新州今天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本地传播病例633例 475例感染源未知 62例确诊之前在社区活动 确诊病例当中224例来自悉尼西南区 216例来自悉尼西区 54例来自南山 52例来自悉尼内城区 24例来自悉尼东南区 23例来自新州西部地区 15例来自亨克新英格兰 6例来自悉尼北区 4例来自新州伊拉瓦拉 4例来自Far West 另外还有11例确诊区域未知 新州卫生厅今天报告3例死亡病例 分别是悉尼西南区Liverpool医院60多岁男性 悉尼西区Napping医院2名70多岁男性 截至目前462例患者住院 77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25例需要使用呼吸机 截至昨天晚上8点 过去24小时之内 新州共检测102749人次 疫苗接种36175剂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